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宗光珍 今天很多數的節目 都會告訴你說 今天的股票有多強 行情有多好 你在這個時間點沒有進場的話 你可能會錯過這一輩子 最好賺錢的機會 沒有錯 今天可能很多個 各大節目都會這樣跟你講 但是我覺得說這個時間點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樣子的行情之下 你什麼時候要去收尾 所謂的收尾 不是叫你把股票賣一賣 等著要去過年 而是說什麼時候 新舊的強勢股 那你要去把它轉換到 新的強勢股 結果覺得說現階段的行情 行情非常好 今天指數雖然說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貴買指數再創新高 所以今天很多的個股 都非常的強勢 包含很多比較落後的股票 包含像是散熱 包含像是機體 今天都很強 但是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要在年底 去把績效拼到最大 應該這麼說好了 我再來從上週一直強調說 這個時間點 各路資金都在年底去拼績效 但是年底拼績效 不是叫你說無止境的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而是說你要去抓到 踩對各股輪動的腳步 你要踩對這樣子的節奏 其實你去看 從上週開始 我就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萬八以下跟萬八以上的行情 跟強勢股會完全的不同 你去看 這裡 上週五 萬八之下跟萬八之上 會是兩個世界 其實你說 兩個世界 你從今天的強勢股 你就會看出來說 資金其實有在去做 高低基期的轉換 這個高低基期的轉換 其實所有的資金 不管是投資的外資 甚至是自營商 還是一些品種的資金 他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全部都是為了萬八以上的行情 在做準備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這個時間點 行情好沒有錯 但是絕對不是瞎買 絕對不是說 一檔股票 拉回就買進 拉回就買進 一路這樣往上拉 而是你要有節奏 結果我一直在強調 這樣子的觀念說 我們在做股票 我們要去分割 把行情去做切割 一段一段來操作 就像10月份 10月份有屬於 10月份的強勢股 進入到11月份 有屬於11月份的強勢股 這個時間點 一定也有屬於萬八以上的強勢股 所以為什麼今天的散熱族群 全面起漲 今天的記憶體族群 全面起漲 至今它就是在 往更低基地的族群 下去做切入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在上週有特別講過 這個時間點 其實偷信 它在比的是相對績效 相對績效 只要一旦說指數過了萬八 代表說整個台股的指數 台股的報酬率會變得更好 台股報酬率變得更好 投信它其實會需要去擴大 它本身的一個獲利 其實你說投信它是在做基金 基金會去 各家基金它會去比較沒有錯 但是在基金與基金比較之前 它會先去跟指數來去比較 因為它看的是所謂的相對報酬率 它首先要先去打贏大盤 要先去賺贏大盤 它才有辦法去跟其他基金比 否則你說一檔基金 它如果連大盤都沒有辦法超越的話 投資人去買ETF就好 去買0050就好 為什麼要去買基金 對吧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會發現到 很多的投信 它會開始把一些股票 甚至全值股 開始再去獲利出場 要去換股 換到什麼樣的股票 激起更低的股票 為什麼要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它會面臨到指數的壓力 它知道指數隨時可能會上萬八 應該說這是早晚 早晚都會上萬八 上萬八之後 它的績效又會被拉開 所以它要在這個時間點 積極的去佈局 積極的去換股 否則你說記憶體好了 記憶體除了說 美光在上週五大漲之外 記憶體有什麼新的利多嗎 好像也沒有 但是今天包含像望虹 南亞科 甚至威剛石泉 這些都大漲 都半根漲停以上 所以其實這些沒有新的利多 它都是在發酵 它原本既有的利多 從這樣子的模式 你就會看出來說 現在資金 已經開始再去做 所謂的收尾 所謂的收尾 也就是說高低記憶體的轉換 舊的強勢股 你要把它慢慢出場 轉移到新的強勢股上 所以你去看這幾個現象 2408南亞科 我們就以南亞科來當代表 南亞科今天能夠漲8% 這是非常非常罕見 南亞科記憶體代表 往上漲8% 齊鴻 我們就當成是散熱的代表 齊鴻它今天也是往上 幾乎在過高到92.3% 其實光是散熱跟記憶體的上漲 就可以代表說資金 它已經開始在轉到 機器更迭的族群上 如果你說今天的散熱族群 有什麼新的利多 資金轉入這到合理 但是並沒有 包含散熱 包含記憶體 它都是用既有的利多 再去發酵它的骨架 代表說資金就是純粹 再去做轉換 好 再來是說上週其實 有一個現象 也可以代表說 資金它已經在去做輪動 應該說它已經在去做交棒 也就是說 上週其實指數就是這一天 指數差大約是14點就過萬八 好 指數差14點就過萬八 其實你回顧一下 上週整體的族群輪動 上週是先由金融 金元雙雄去帶指數 台契電跟聯電先把指數帶起來 那接著金融族群再馬上接棒 因為金融股的權重很重 那金融族群去接棒 指數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往上拉抬 所以金元雙雄跟金融股 那去往上接棒就拉指數 這樣子的現象 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出來說 資金它已經開始在去 為萬八以上的行情去做準備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好 你說行情好不好 行情非常好 看一下這裡 行情非常好 尤其是貴買指數 你去看 貴買指數今天又在創高 而且是長紅 這樣子的格局強勢股很多 真的非常多 說都說不完 但是當所有股票一樣強 你要贏在買在更早 所有股票都一樣強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贏在買在更早 買在更低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反而會傾向說 我們就提前去買萬八以上的股票 萬八以上的股票 跟萬八以下的強勢股絕對不同 這個位階跟心理層面的關卡 這是截然不同 既然是截然不同 資金它一定會去轉向 你說好 萬八以上 我們就以台積電跟聯電好了 萬八以上 台積電跟聯電要在漲10%容易嗎 很難 因為它的權重太重 如果再漲 指數可能會直接被往上拉抬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萬八以上 資金一定會轉往基企 相對在更低一點的強勢股上 所以這裡 隨時可能會去顧萬八 因為說投信 甚至品種有這樣子的壓力 資金明顯再去做高低基企的轉換 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要去思考的 除了說行情好以外 提前買進屬於萬八的強勢股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其實這個邏輯講白話一點 就有點像是在接力 接力賽大家都有參加過 那你就會看 一場好的接力賽 它都會有所謂助跑的動作 當第一棒它要接給下一棒 第一棒要接給第二棒 第二棒它會先去助跑 為什麼 它要提升整體的流暢度 它不希望有一個斷點 希望卡在那邊 它希望提升整體的流暢度 那做股票也是一樣 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把一些漲多的股票 先適度的獲利出場 轉到其他比較新的強勢股上 其實這個邏輯也就是像10月份在講的 10月份其實我一直在強調相同的邏輯說 強勢股拉回不需要去找買點 拉回我們就是找 找位置獲利出場 把它轉進激起更低的股票上面 這樣才有辦法讓你整體的績效跟報酬率銜接起來 那銜接起來你才有辦法在整個 最後一個月應該說最後一個半月 要去把你的績效拉到最高 再改善拉到160 170 還有中漢針也是一樣 從大約是50以下一路做到60元以上 但是我從來不會去把一檔股票賺到滿 假設一檔股票它可以漲五成 那大約是三成到四成左右 就會先獲利出場 轉到下一檔股票上 為什麼 要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提升整體績效的流暢度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這樣跟我講 到年底之前我們要去拼績效 要去把績效衝到最高 我們要去跟上市場資金的腳步 那是不是我要非常積極的去操作 頻繁去做短線價差 然後去把整個績效擴大 我只能說這絕對是錯誤的觀念 在整個季底 應該說倒數一個月 最後一個月要去拼績效沒有錯 但是去拼績效 絕對不是靠什麼短線操作 積極操作去拼績效 而是你需要把一檔股票 與一檔股票之間 幫它收尾做好 把它交接點做好 這樣子的情況 才有辦法讓你的獲利跟報酬率 不斷的往上拉 不斷的往上拉 所以你去看 當時617的中探針 那跟漢磊 跟智源 這些都沒有講完 那我們就轉進下一檔 包含像是帆軒 為什麼帆軒可以買得這麼低 就是因為前一批的強勢股 沒有把它完整的賺到滿 大約是賺 賺到三分之二左右 就開始轉換 這樣才有辦法讓你的報酬率先接 先接到最漂亮 所以你去看 11月10號當時講麻翻軒 當時股價也大約是一二多而已 為什麼可以買得這麼低 這麼早的位置 就是因為我們是提前去買下一批的強勢股 把它整個先接得非常好 才有辦法讓績效這樣行雲流水的上去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說今天 今天強勢股很多 那我覺得說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思考的是 提前去boosh萬八的股票 而是說萬八字上會漲什麼樣的股票 在這個時間點先去買好 所以像是凡宣 當時10月份的強勢股 賣掉之後轉進來 11月初 11月11漲停 11月15 157 11月17再往上拉165 最高也是大約是3到4成左右 所以其實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在這樣子股票都非常強的情況之下 要去比的就是誰買得早 誰買得低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會不建議說 一些強勢股票拉回 那我們去找新的卸入點 包含像是今天 今天的偉權店 今天的凡宣 今天的光照 其實這些都是有持股可以去續報 但是如果是沒有持股的話 一定就是去朝新的股票下去做選股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重點有兩點 第一點重點是 如果你手上持有股票 那它的漲幅已經高達了3成到4成 那你要懂得去收尾 懂得去把它獲利出場 不用說等到最後 懂得去獲利出場 那轉到全新的股票上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如果你目前是空手 再等一個買點 我只能說這個時間點 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因為其實你去看 你光看指數其實看不出太大的 太大的徵兆 你純看指數看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你看進去資金面 你會發現到 這個時間點資金它已經開始在去做轉換 那等於是說對於空手投資人 這又是一個新的切入點 這是全新的切入點 而且是在不需要去追強勢股的情況之下 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尤其是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這個時間點就像我講的 利多空窗期 利多空窗期只要市場資金有心想要做 它就會漲 尤其是有一個方向就是說 它原本利多就存在 原本利多就存在 只是因為它的題材比較舊一點 比較舊一點 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資金很容易就會轉進這類型的題材 因為其實像目前的行情 大家常常講 買新不買舊 買小不買大 就是因應這樣子的行情 市場總是對新題材比較感興趣 所以今天 整個記憶體族選才有機會這樣往上拉 但是記憶體 那跟散熱 我會覺得說 它能不能續強的關鍵 其實還是要觀察大約是明後兩天 因為畢竟說 這個東西它算是比較偏向是落後補漲 它是在發酵 它原本既有了利多 既有了利多 有沒有辦法讓它成為說 可能說12月份新的強勢股 這部分就還要再觀察 但只是不變的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去銜接萬八以上的股票 尤其是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的位置 因為說好 今天指數 在上週五指數差14點過萬八 今天其實也是差沒有多少就過萬八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只要台積電 台積電隨便拉個5到10%左右 指數就可以站上萬八 只是站上萬八之後 你該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現在就要去想好 甚至現在就要去佈局 所以今天整體的重點 兩大塊 如果你手上是有持股 漲幅已經到了大約是兩層到三層 你不知道該怎麼收尾 不知道該怎麼去轉換 今天要把握機會 再來如果你是空手投資人 滿手資金 你在等一個切入點 這個時間也會是很好的切入點 應該是說指數在公萬八 反覆上公的這個時間點 會是最好的切入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什麼都不用想 年底前全力拼績效 所謂的年全力拼績效 你是要讓股票 股票一檔股票跟一檔股票之間 它的交接點跟它銜接處 越小越好 甚至可以重疊 這樣子你的績效才有辦法 這樣持續往上拉 萬八世界大不同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會擔心萬八的賣壓 那沒有關係 一旦越過請第一時間與我聯絡 如果你手上是空手想切入 有持股不知道怎麼去收尾 利用廣告時間優先來電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會不會好事 但是說 若無法補充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 將滿的整個海料料喔 這個時候 馬上來補充 巡繪網 巡繪網裡面的 流氈力物質 跟專利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可以維持我們的身體 無關是外國人大學的年輕人 在這裡是長得打招的路程朋友 甚至是行動活動方便的債价 巡繪網 都能隨時衝充 會讓我們關鍵的行動力 吃到這種魚全身都是軟骨 來 做一個Q度的刺驗 要怎麼刺 你帶給我看看 都刺的 對 哎唷 你看這一般的魚骨 變得吹哭哭了 再來看這順順魚魚骨 會這麼涼 都是因為順順魚魚骨當中 有過程中的軟骨索 跟交互原蛋白 大家好 我是沙文辰 我平常時愛的休閒活動 就是中心 不要看我已經60幾了 還能夠這樣爬上爬下 跳來跳去 要維持這種身手 我的關鍵就是這個 尋溪網 我陸陸續續吃了一陣子之後 以前的問題 再也不會困擾我了 OK 你看看我現在活動自如 而且我們尋溪網 現在是市面上 唯一取得基因認證的 尋榮與產品 再加上獨家的 超零件二氧化碳萃取素 人家啊 你說 誰人可以把他比 你看我現在四個的遭遇 還要再受這碗路 尋溪網 讓你健康又有利 還不可以卡電話進來 12000名卡電話來的朋友 還要送你精美的乎勵喔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集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神浮宿 追蹤基本面 到生電池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 幫你幫我 你的大小痠痛 交給我 毛豬全力搬中物 讓你全身好痠痛 就用普拿藤肌力 深入痠痛 快速有效 緩解痠痛不費力 快用普拿藤肌力 好 其實目前的行情中 大家都會告訴你說 行情有多少多少多少 股票有多少賺 但是絕對不會有 任何一位分析師 或是說任何節目 告訴你該怎麼去收尾 該怎麼去銜接 沒有錯嗎 大家都在告訴你說 這個時間點 你不去買股票 你錯過了 會有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真正該做的 你是要去銜接到新一輪的股票 因為在這個時間 你看是說 好像非常非常多的題材 跟非常多的搶势股 包含低軌衛星 元宇宙包含第三代半導體 甚至電動車 還有包含今天的記憶體散熱 通通都漲起來 但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說同時都去買到 沒有同時去買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銜接就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銜接的好 你才有辦法賺完這一批 再去賺下一批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說股票 強不強那倒是其次 強勢股非常非常多 重點是說 你要銜接的好 才有辦法在年底之前 去把績效拼到最高 所以為什麼說我的平台 會這麼多人要去加入 Lite跟Telegram 都這麼多人去加入 其實原因很簡單 那我告訴各位的 與其說 與其說我是去分析股票 倒不如我是告訴各位說 怎麼樣子 在這樣子的資本市場中 去累積你的資產 去累積你的財富 沒有錯嘛 那也是因為這樣 那所以說 整體的操作 那才會更高 告訴各位說 最真實的情況 所以兩大平台記得先加入 Lite以平均天使者 Telegram以盤中訊息為主 那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也覺得說 因為題材真的非常多 其實你去看 包含像是前一週有提過的 像是霹靂布袋戲 霹靂布袋戲 它就套上個元宇宙的題材 它就連續漲停 一直到今天 它還在漲停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市場上最不缺的是 所謂的題材跟能夠操作的股票 那其實說如果說銜接的不好 會變成說 你現在去買 會買到說 可能說投信他已經要去出廠的一些強勢股 那新的強勢股開始在起漲 結果變成說 你去買舊強勢股 新強勢股開始在起漲 這就是我在 其實這10月底的邏輯是一模一樣 有當時像森茂 當時像是漢磊 中探針 一路告訴各位說 就有強勢股不需要去拉回找買點 有全新的強勢股可以買 凡宣偉 全店 光照 這些都是 所以你去看 光照 光照也是一樣 11月2號這樣一路講 其實光照一直以來 我的邏輯都一樣 其實我認為說 做股票就是要像光照這樣子 一路把它分析上來 那就算下跌 其實說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通常說 它漲大約是兩到三根漲停之後 可能全市場多數投資人都會持有 不論你是用去追的 還是說看著技術面去操作 通常都會持有 但是它絕對不會是最好的點位 真正的做股票 你可以把不會放到最大 一定是在這樣子震盪時間點 11月2號講2338的光照 15% 當時有特別講過 其實光照它最大的利多在於說 它上方有所謂的殼轉在保護 下方又有龐大的業外 龐大的業外在挹注 所以基本上80元以下就是大買 90元以下就是可以持續小買 11月16 當時11月4號特別公開預告 11月16法說後 有機會迎來今年第一份 SEO賽的報告 有沒有 法說後結束隔一天 在兩間券商同時出報告 我認為說作為檔股票 漲溫度就是要這麼的高 你才敢去大買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操作邏輯 我告訴你說 什麼時間點它可能會去出報告 什麼時間點會往上拉 我敢跟你保證 你一定敢放大你的部位 11月4號講完 11月12 曾經講過 當時還特別分析出 整個公司派的心態到底是怎麼樣 庫廠股的區間在62 他說要去執行庫廠股 大約是6000多張 那庫廠股的區間 明明就是在62到110 但是公司派卻在90元上下 把執行率拉到了50% 也就是說 他明明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去買進庫廠股 他卻在90元把庫廠股 買了一半以上3000張以上 代表說公司派其實認為說 90元的光照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價格 沒錯嘛 那剛講完沒有多久 一路往上拉 11月15號再漲停 全設備廠最強的一檔光照 11月19上週五 持續在往上創高 112.5 90元你現在一路買 到了這個位置 一定通通都是賺錢 11月4號預告 法說後會迎來第一份報告 11月17馬上兩間券商 同時出去買金報告40% 我認為說做股票就是要像這樣 一路買上來 一路買上來 這樣才能讓你的資產真正去成長 否則你說像現階段這樣子的行情 比的其實已經不是各股的漲勢 各股的漲勢強勢股真的是非常多 你說好 隨便去買一檔 包含像是南亞科好了 南亞科華邦店威剛實犬記憶體股 其實記憶體股算是近期比較疲弱的一群 像是散熱也是一樣 散熱族犬包含像是泰塑 3338泰塑 今天也漲停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管是去買落後補漲 還是去追強勢 其實或多或少都可以賺到 而且漲幅都會不錯 重點是說你的資產有沒有辦法 跟上股票這樣子的漲幅 這才是重點 所以像光照 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原則 把它買一買一路這樣往上拉 包含像是M31也是一樣 M31今天也是小幅在高檔震盪 那M31我講的邏輯 其實也是跟光照一模一樣 當全市場 我當全市場都不看好他 當全市場都覺得他的營收不好 這種情況還敢去大買 這才是真正在做股票 否則你說一檔股票漲上來 全市場都有了股票 你才去 才是說買進 才是說追高 其實這樣子的操作 意義不是說這麼的大 所以6643M31 當時有講過 10月份的營收創新高 那就是我在下半年以來 一路以來的預告 他營收不好 他就會遞延到下個月 所以10月營收是如期創新高 無論如何就先去比較 所謂的金星科 因為金星科跟M31的毛利率是 比較相似 那你說他要去比較利望 這還早 先去比較金星科 那未來有機會再去挑戰利望 所以這裡 11月18上週四 暫停 一路預告350以下是地板價 400元以下一路都便宜 你如果照這樣子的邏輯買 在這個位置 絕對通通都是大賺 這樣子的邏輯 M31今年是大約是10到12 633的金星科 大約是5到6 他的空間非常大 這裡上週五 再創高 473 如果賺到這樣的邏輯 一定全部都是賺錢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再強調一次 萬八以下跟萬八以上 這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強勢股絕對不一樣 你去看今天的記憶體 去看今天的散熱族群 你會知道為什麼會說 萬八以上的強勢股會截然不同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去鎖定的是全新的股票 明天後天全新的一檔股票 一檔網通股 這檔網通股可以算是說 你說網通它應該可以算是 跟元宇宙銜接最密的一項產業 因為元宇宙它一定要有低股的位置 一定要有網通 那這一檔網通股 它可以算是所有網通股 EPS最高 那本一比又最低的一檔 明天後天準備進場 在這個時間點 萬八世界大不同 一旦越過 請第一時間與我聯絡 你手上有持股 不知道怎麼收尾 也利用今天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自負投資風險